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3年7月29日,第六场独播点兵节目,来看看最新消息,现在正在进行和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,似乎预示着一场战争即将来临,为什么这样讲,你看现在正在朝鲜,北韩正在搞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,以这个名义搞一次会议,来参加的主要是 邵逸国,代表普京,代表俄罗斯,另外就是李鸿忠代表中共,代表习近平,他们三个国家勾兑,现在已经用这个外媒刚才看到的词句形容了,让人们看到朝方合并同类相的意图,合并同类相大都是的,是吧,这个可以也就这样讲吧, 现在看出轮廓来了,如果发生战争的话,自由世界一派,一般,这个威权统治一般,哪些国家站在这边,哪些国家站在那边,现在初步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和意向,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,我们看看美国资因,应该是美国资因,我刚看到了一篇新的文章,不是美国资因的, 是万维网转发的,叫亚欧试点,他讲到最近的形势令人很不安,这是强立自媒体啊,强立自媒体多多少少,也可以这样讲,有没有可能是官方的背景啊,或者是官方允许的, 啊,这个发出来的,说美国白宫当地事件7月28号正式宣布, 拜登将在下个月,就18号在华盛顿,近郊的美国总统杜夏村啊,戴维营,要接待两个高位的重要的外宾,一个就是日本的岸田,一个是韩国的阴席,这相当大的事啊,你看,这边这个方块队组成,那边一个方块队,对吧,两大阵营,轮廓显现,这意味着围绕此次峰会的筹备工作,接近完成了会议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,目标,共识, 成果初步清晰,明显要开始这个外交方面,政治上对抗,走到了一定程度,军事上的开打呀,这个会议就解决这个问题,规划,研究,怎么对付,这意味着围绕此次峰会的筹备工资,接近完成, 他说韩国总统尹喜悦从国家利益大就出发,全力推动韩日,在历史问题上和解了,以前他两个国家闹矛盾,很多问题纠缠不休, 现在和解握手言和了,为美国主导首次在本土召集美日韩三国收纳会议扫清了障碍,他们要开一个会, 这个会可是大事,那决定怎么打仗了,拜登政府成立后的外交重点,自己就是做韩国的政府工作, 促成了韩日和解,这是他们一个胜利,但在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执政的期间, 进展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快,所以随着尹喜悦当阵,美韩这个韩日关系迅速地发展了, 美日韩三国关系朝着军事政治同盟的方向发展,是印度太平洋地原政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事态, 你看见没有,军事政治同盟,拜登政府借此在该地打造了一个比本土化的军事政治联盟, 比澳英美同盟更近一步,因为这两个国家,韩国和日本,离中国都很近, 历史上都有一些恩恩怨怨的,又有地缘政治的问题等等吧, 说到后者说不能不提新西兰,在这篇文章又讲到新西兰, 说现在新西兰也开始要加入Archus了,那这也是个大事啊, 这个新西兰总理叫西普金斯在26号的一份声明中讲, 只要不涉及核动力的潜艇,他列了个前提,核动力潜艇都不感兴趣, 他说太敏感了,新西兰对在Archus中发挥桥色,持开放态度了, 前几天他就访习近平,吹捧习近平,对拜登提出的独裁者不认同, 好处拿到手了,回来又变了,就像马克龙一样,两瓣吃, 说是访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实际地表示, Archus的大门对新西兰敞开,只要对方愿意,新西兰完全可以加入Archus, 说Archus是拜登政府从政联盟策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, 在某种程度受挫的情况下,率先采取这个标志的措施, 我认为他不是受挫,他编程莫及的比较远,本土比较远, 这是他一个延伸的办法,他倒不是说他受挫了, 目的在推进美国在这一局的战略,美国通过他们和中共角力, 同时对那些犹豫不决的盟友提出警告, 最终全面实现自身联盟的目标, 所以中国和美国在争老大的,美国自成立Archus开始, 就强调这些组织的开放性,就意思你们随便参加吸收外, 但他成立之前的高度保密的方式, 无疑暗示华盛顿对他那些传统盟友的不信任, 在美国的对外战略向大国竞争的背影下, 拜登政府小心翼翼地展开展示及战略, 特别是结盟领域, 美新之间的最新互动强烈表明, 拜登政府从未打算加Archus搞成一个小圈子, 而是希望以此为基础吸纳更多的盟友伙伴加入这个组织, 目的是鼓励中共俄罗斯, 或者其他由美国推动的印太地区建立的组织, 比如美日韩三国同盟, 还有一个美日韩三国同盟, 说尽管这一同盟其实尚未展露其面目, 但随着美日韩三国收脑的戴文营会议的举办, 这次不三人见面, 要见面三国跟促进这个事, 美国大力推动印太本土化的军事政治同盟, 将比Archus更适应在其地区的战略意图, 因为这两个国家, 日本是一一带水, 韩国就连在一起了, 尽在支持了, 那确实关口前已濒临城下了, 说习近平一听脑嗡一声, 又上火了, 说拜登政府的策略显然是隔个击破, 寻找传统盟友与伙伴中的薄弱环节, 努力实现外交图, 达成通盟协议, 你看老拜登比川普厉害多了, 真的, 你看他都不是讲空话, 这一步太厉害了, 很扎实, 说在遭遇挫折的时候, 这个退友, 寻求与盟国派展合作, 积极推动其制度化, 后者尤其表现在对待四国机制方面, 说这一过程, 实际就是美国不断围绕其外交战略转型, 在联盟策略上的合并同类线, 你看这战争不就开始了, 双方都在拉大帮, 因为一战二战都不是单个国家打, 都是打群架, 所以现在就开始往这方向努力了, 在拜登的总统任期, 过两年半之机, 本届美国政府在联盟和同伴, 伙伴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比, 前任开来又出色的多, 这确实, 这是很公正的评价, 有人说拜登糊涂了, 都不能讲错话了, 手舞足蹈了, 或者跌倒了, 那不重要, 那是那么大年龄, 你想, 关键是大事, 靠团队, 不是靠你自己事物巨细, 习近平是没帮胡子一把抓,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, 远远不如拜登, 拜登太厉害, 绝对是干大事, 老官场游子, 他说欧洲更不用讲,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促使, 欧洲更加依赖, 超级大国的保护和投入, 因为欧洲都是小哥, 一个一个隔隔击破, 只有团结起来才行, 在这个情况下, 连法国总统马克龙, 倡导的欧洲战略自主, 也越来越难以得到同盟的认可了, 因为在和平时期, 你可以做主, 单个行舟, 你战争来临就得拉大帮, 他不敢欺负你, 就一起气体开干, 他说在这个情况下, 马克龙这个倡议更损确的下, 更加欧洲更加分裂, 他弹着这个观点, 因为这个论坛, 我估计多多少人倾向总共的观点, 说通过建立原乌抗俄联盟, 华盛顿成功团结了夸大西洋传统盟友, 巩固了其在欧洲的战略基本派, 俄欧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老美, 说今后只要在华盛顿领导下保持缘故抗俄的基本阵型, 就能在情景困住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对手, 俄罗斯的同时, 将欧洲盟友牢牢纳入他的会下, 一个别国的意见不会改变的大局, 个别国家的意见不会改变的大局, 这实际上还是美国是老大, 说美国由此能够将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印度太平洋地区, 从美日韩和澳英美同盟的进展看, 拜登政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 一个确定的情况是促使对手合并同的一项, 也就是刚才我上述先给大家讲, 就是现在邵逸武跑到北安来了, 金三胖一头扎进他们两个人的怀抱, 一个是普京, 一个是习近平, 普大哥和习大哥, 普大哥先扔权权, 就打残了一条腿, 习大哥呢, 就国内的经济搞得是一样, 一头,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, 也是一地计谋, 是吧, 也非常困难, 马屁镜李鸿忠来了, 只有这个大忽悠李鸿忠啊, 欺骗西民的在搞形啊, 讲都是假的, 愿意听, 这很有意思, 说是至少从莫斯科到平壤, 都能感受到俄朝两个国家像热锅上的蚂蚁, 急于摆脱战略困境, 极力寻找盟友一遍抱态取难, 让自身更加安全, 或至少使自身在强压之下免疫崩溃, 这一点就很难了, 搞不好这三个国家最后, 都让自由世界最后给人搞崩塌了, 是吧, 整个世界实际上大党多数民族, 到那天亚洲, 这个第一个共和国有回来的, 是吧,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, 来重新站起来, 这个是很漂亮啊, 这篇文章讲, 朝鲜以这个解放战争七十周年的名义啊, 就开始把这个加强了和普京的, 俄罗斯的联系和总共的联系, 或者讲寻求两个大哥来保护他, 因为什么, 要没他俩保护的话, 美国整这个金三胖, 可以这样讲吧, 不用什么法射的核弹的, 这老拜登那个指头缝里, 第一体一体, 基本上就给他演了, 是吧, 当然这样夸张的一讲, 也一点, 这篇文章最后讲, 他说这个当前他们能够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国际制裁, 就是三个国家, 限制和孤立, 并且由于固守自身政策, 无法改变现状, 对他们来讲, 有意义的结果必然是, 使一个更强大的联盟, 成为其足以低于美国, 及其盟友的坚强堡垒, 他这个还是给中共的最后终于露出真相, 给中共再说辞, 意思是他们三个团结起来, 就能够抵御美国, 抵御不了的, 这三个国家刚刚讲到, 这个俄罗斯断了一条腿, 是吧, 就习近平这个领导的军队, 我实在是不看好, 我认为是不看一几, 远远赶不上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, 共和国卫队最起码还有个古兰军, 做凝聚的, 中共国际军队是什么, 就是这个习思想, 习思想, 再加上孙子病法吧, 我称他为中共孙子军, 没打过仗, 是吧, 抵御我退一批我扰, 这是干什么, 那万和谷那账不就是这样, 打的吗, 这很有意思, 这篇文章讲, 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新的战略转折点的时刻, 这个结论是对的, 这一看是暗度陈仓, 我们来看看另一篇文章, 现在中共国际内部, 我跟你讲吧, 天在人祸频繁,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这样奇异的天气, 似乎已经警示习近平了, 告诉你啊, 你不要打仗, 你要打仗, 你肯定在家里给灭了, 西平还不知道呢, 他没有悟性, 你看今天发广一条消息, 特大台风从南到北, 北京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, 你看, 为什么在台风要在福建登陆, 西平的老巢, 为什么北京又开始了, 告诉西平, 你别看不懂啊, 我再给你警示警示你, 你看, 特大台风, 杜苏瑞, 在中国多地带来的暴雨影响了1.3亿人, 首都北京周六, 7月29号, 发广的报道讲, 发布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, 又上调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信号, 据报道呢, 北京已经有三千多人撤离了, 北京在这里啊, 这北京市的防洪响应, 周六下午也被升级为防洪二级响应机制,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, 这种场面在北京很少出现, 你们看一看啊, 真正是你看大树折断了, 刮断了啊, 现在习近平给我的感觉, 有点像猪虎俩, 穷途陌路那个感觉了, 猪虎俩当年不就是一路小跑, 奔眉山而去啊, 树都断了, 挂还没让挂了是吧, 这篇文章讲说, 西剧气象台报道预测, 7月29号晚上到8月1号晚上,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都出现了强降雨啊, 局部特打暴雨, 此次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啊, 持续实现场, 累积雨量大, 并伴有大风坑, 伴有雷电啊, 我刚刚讲的都没错, 你不要以为我迷信, 北京, 他在警告习近平, 中南海南越北越这些, 这个专制极权统治是历代的, 是吧, 什么胡温也是搞这个一党做执政的, 也犯下了不少罪行啊, 北天津呢, 这个李洪宗, 李洪宗穷得色, 跑这个, 跑这个北韩来了, 我叫你得色, 我叫你这个绝对宋城, 狂风暴雨来了, 这个天津, 是吧, 过去他不是天津老曹干吗, 李洪宗, 是吧, 现在当了个大官啊, 为副员长, 这这越坏的人越提分大官了, 能不贴弄, 你再看河北, 河北不用讲了, 是不是啊, 也是习近平当年老曹, 河北正定上来的, 那山东, 山西, 山西冤家出发太多了, 叫胡家天下, 令家当, 就令西化当年在那搞的, 所以习近平在那抓人最多, 有些案子是真的, 有些案子是假的, 你再看, 这个山东, 李干杰在那里没庆祝, 对不对, 在那搞了很多山头, 等等, 你看, 强降雨, 这个都不是随便天下, 不是随便出事的, 我跟你讲, 这局部有特大暴雨, 这次的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, 看见没有, 多极端, 你习近平的政策不极端吗, 他极端是吧, 你看哪个他政策不极端, 完全是对这个中国的老百姓, 文权人士, 异议人士打压, 那绝地极端, 过一会儿, 那最后给大家介绍个极端的事件, 先看看这个天灾人祸, 说这一次降雨, 持续时间长, 驴域亮大, 搬有大风, 可能有雷电, 电省雷民, 7月30号, 北京全市河湖区域内, 河湖区域内全部停行了, 船只全部停, 停案停泊, 靠案停泊, 全面封控了下河的道路, 气象局人员表示, 未来三天, 北京周边地区将面临中度和高度的暴雨在海危险, 预计北京的雷暴在周六达到顶昏, 北京已经有3031人被驻散, 北京当局暂停了体育赛事, 关闭了一些旅游景点和公园, 你看大难来临的, 这旷风暴雨朝着这新移民就, 就同志集团就冲过去了, 是吧, 就搞不好将来中南海里, 中南海里有水啊, 吓人啊, 是不是啊, 随着风暴席选中国内容, 预计此次降雨降一百毫米啊, 老天爷爷生气啊, 难受啊, 怨家窜多, 你看那个陆思卫抓了, 多少怨家窜, 高智盛到现在找不着, 是不是啊, 秦庸民还在监狱里, 还有那个王炳章, 关押过二十年了, 你想想, 啊, 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啊, 彭明死在监狱的, 等等等等, 你想想, 能不贴弄吗, 所以这个, 上天呢, 流下的眼泪, 真的啊, 你看, 他说呢, 降雨的面积将达到二十二万平方公里, 影响一点三亿人, 风雨飘摇的中共怎么看出来了吧, 这个社会真有裂点啊, 习近平的政权, 我认为已经走到头了, 不信你们看啊, 这篇文章指出, 在袭击中国之前, 杜苏瑞穿过台湾和菲律宾北部啊, 那里的降量, 可强台风导致一手呢, 杜伦庆服, 造成二十五人死亡, 台湾周六, 周五二十八号, 在福建近江登陆以后, 很多树木被摧毁, 大树咔嚓一声断了啊, 中央七次台台, 西洋台表示, 杜苏瑞的强势啊, 这个持续的减弱了, 强度减弱了, 但影响源未终结, 民众应避开金金冀地区的高风险地区啊, 这些地区, 局部降雨, 降雨量将可能达到六百毫米两英尺啊, 这篇文章讲, 杜苏瑞被认为是, 今年迄今为止, 袭击中国的最强台风, 也是一六年以来, 袭击福建省的第二强, 强台风的学校和企业被关闭, 海上油气铁的工人被疏散了, 福建人不知道有没有人物性, 想一想, 为什么要记忆老曹, 就这老曹上了这么一个灌调, 是吧, 现在竟然把中国, 把全世界搞得今天这个城市啊, 你想, 全世界七百万人死亡啊, 因为新冠, 他不搞之后, 李文亮就案件, 不打压李文亮言论啊, 是吧, 这个当时要能像胡温那个年代那样, 来处理杀死, 我就没有这事了, 你说他肯定这个死去的人, 这人能完事吗, 人死灵魂是不灭的, 到处游荡在天空顶上, 有的大眼泪流下了, 掉下来, 是吧, 有的狂风暴雨, 脾气暴化,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事, 我认为啊, 现在中国, 到了一个大变局时代的确实, 这篇文章最后讲的, 专家提醒, 这次在北京的降雨强度, 恐超过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事件, 12年的721号, 北京降下百年难遇的特大的暴雨, 12年发生什么事, 是吧, 是不是那个霸道的人要上来了, 说12年, 不客气来倒台, 说都是12年吧, 是吧, 说当时呢, 引发呢, 泥石流和严重的水灾, 造成29, 79人死亡, 超万间房屋倒塌, 160万人受灾, 这会儿, 恐怕也是很麻烦, 啊, 我们再来看看, 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如此的动荡, 啊, 我们再来看一件, 一个具体的案件, 你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实在是做一些事情非常极端, 计划社会矛盾, 你看, 旅居荷兰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林生亮的12岁女儿, 造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呢, 拒绝他就是出境, 竟然在对他进行边控, 他在12岁小儿, 你就想起来, 这多够分高的啊, 这是维权网刚刚报道的, 旅居荷兰的中国人权捍卫者, 有一个叫林生亮, 他也曾经判刑坐牢, 后来很幸运, 来到荷兰了, 获得了自由, 他有12岁小女儿, 遭到边控了, 中共当局竟然找一个理由, 说他危害国家安全, 你12岁小女孩, 他能怎么危害国家安全, 这是赤裸裸对儿童权力的践踏, 危险网奖, 这叫实行国家恐怖主义, 他说中共当局四孩子, 为民主人士, 人权, 人士的所谓软肋, 肆无忌惮地实施迫害, 这篇文章介绍, 怎么发生的, 他有林生亮在荷兰, 他介绍的, 说他的妹妹, 林生亮委托着的妹妹, 带着他小女儿早晨, 到这个南山区深圳湾口岸, 他过关, 到准备到香港玩一玩, 中共知道了, 你看中共现在这个边控厉害, 连小孩都盯住, 在自助通关处, 女儿被六名警察, 一下带到小黑屋去, 盘查了半个小时, 不准他妹妹靠近, 他妹妹在外面等着, 把你小孩叫你, 这对小孩的心灵的伤害是非常大的, 医生的阴影都不能复去, 这个不是小事, 你小孩不是太懂事, 很单纯啊, 这个出去, 跟他, 准备出去玩一玩, 对吧, 旅游, 结果呢, 这个保安区公安局, 告诉他, 不养出, 不许出现, 是这个, 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, 那就说上级指示, 这个就, 不是警察的事, 上级, 国家安全部, 或者是公安部, 或者习惯, 最高领导人的事啊, 结果呢, 给他个电话, 你打个电话, 找一名人接听, 这篇文章讲, 说是这个, 两个人再次坐车, 他们叫南山区, 蛇口港口岸, 出入境, 办理通关手续, 他又换了个地方, 想再出关, 就换一个点, 因为你上这个名单, 你换也出不去, 都是一样的, 这是统一行动, 再次遭到边检警察, 刁难了, 边检一般不是警察, 都武警, 一般是武警, 把他两人又带到小黑屋里, 扣擦, 随身携带的手机和行李, 都强制打开, 禁止他们交谈, 和使用手机, 这会儿把他们两人都关到一起, 但是呢, 也禁止他们使用手机, 因为你使用手机和外界联系, 他不允许, 经过一番交涉, 把物品归还, 告诉他女儿, 你涉及到国家安全, 禁止出境, 那小孩12岁, 他也听不懂这东西, 已经受到了惊吓, 这篇文章讲, 说是林生亮在荷兰, 因为他可以自由发声, 他说, 我女儿是未成年的孩子, 连续两次, 遭到深圳南山区口岸, 边境警察违反的盘查, 竟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, 禁止出境, 并在无监护人在场的时候, 单独关押, 这个在西方, 这是犯罪行为, 对不对, 要有监护人, 尤其这么个小孩, 他怎么可能闪电, 你国家政权是多大的国家, 你再会小孩, 小女孩, 试问一下, 一个12岁的女孩, 对国家构成什么威胁, 搜查检查的依据是什么, 禁止出境的依据是什么, 口口声声,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, 中国公民竟然不能到香港去旅游, 深圳警察是在搞香港独立, 你看他讲的很有道理, 这篇文章讲, 与此同时呢, 他的妈妈临时亮流亡到了荷兰, 他在荷兰呆着, 说他的妈妈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骚扰, 他的母亲被保安镇保, 也就是郭宝, 郭宝打过交道, 那些人都在气质行程里, 肯定用了, 找去谈话, 就警告他, 说为什么对他施压, 就是因为他在海外发表了文章, 批评中国政府, 原来原因找到了, 批评中国政府, 他拿你名字, 怎么办, 他折磨你家人, 这个就是很极端的做法, 为什么北京现在天弄人员呢,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天气反常, 都有关系, 就是制造了无数的冤家船, 一个解的一个, 这是知名度比较高的, 你要么有这知名度, 可能有的无声无息, 他说, 这个什么原因呢, 原来是这个, 林生亮, 是个活跃的大陆人, 艺人士, 人权捍卫者, 他搞了个恶人榜, 他把那些区败人权的人, 搞了个榜, 榜上有名, 批评他们, 恶人榜收集了中共当局, 群犯人权的作恶者和家属的信息, 让他们增加作恶的成本, 就是批评他们, 他搞了一个中国恶人的榜官网, 我没看过, 这是今天第一次知道, 那么林生亮呢, 1978年, 小孩很小, 在78年出生, 在12、3号年轻, 广东深圳, 原先在广州是永利, 一星科技有限公司经理, 你看以前很成功, 文化经理, 深圳是企业的财务人员, 他曾经在网络上发表文章, 结果粗弄了官方, 16年在深圳大抓捕当中被抓了, 那么后来他参加了很多的威权活动, 包括江西干州, 民津国, 抗强财事件, 我看过这个新闻, 还有四川卢州市卢县, 泰福宗学, 赵新罪亡事件, 他同情这些人, 就证明他这个林生亮色, 非常有良知的年轻人, 现在很多年轻不关心政治, 也不关心别人, 特别自私, 像他这样比较少, 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, 原本应该表扬, 结果他抓他, 说17年5月24号, 因为打破网络封锁, 让更多的国人知道海外郭文贵爆料的事, 原来他是因为郭文贵, 刚才这个事, 他在小区共乡单车上, 图有上推特的关注郭文贵的字样, 主要是这个问题, 因为郭文贵, 那绝对是中共国宝最恨的人, 是吧, 把他抓了, 这篇文章讲啊, 给他的一个罪名叫寻衅自私罪, 后被转成政治待故, 17年10月14号被深圳保安区法院, 给他加了一个寻衅自私罪, 判了一年零两个月, 18年7月底释放了, 后来呢, 他这个来到了这个荷兰, 还不错啊, 他这个虽然2020年8月26号, 这个获释以后, 据说郁宗曾遭到了酷刑, 但是呢, 可能由于中共对他的就是控制还不是太严, 他溜了啊, 给大家看, 林生亮, 这就是林生亮啊, 来到了海外, 到了海外以后, 他发表一些文章, 中共可能没有别的办法, 就在整个的家人, 你看, 你看长得很漂亮的, 像男孩, 是吧, 这个我要告诉他, 为什么他要不允许他的女儿出京呢, 这是他中共的一张牌, 中共用这个来牵涉你, 你要在外面你发表这个观点, 我整你女儿, 这个是典型的土匪的做法, 是吧, 说这个特别令人可恶, 不应该这样, 随的事就随的事, 你和他家人一点没有关系, 那12岁小孩他怎么知道这个什么, 这些政治观念, 他也没有, 他肯定是很希望呢, 找着和他爸爸团聚, 见到他的爸爸, 这是一新的一期, 就是中共这个, 寻思妄法的案件, 这个寻思妄法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, 达到了一个, 这个令人都是难以这个令人发指的成, 连十几岁小孩都开始迫害, 而且加个罪名是删电罪, 警察们啊, 不是边境的问题, 他这就统一边控了全国, 你不论到哪个口啊, 你想出京的时候, 你在电脑上输入他的名字, 一点就出来了, 他可能对我信号就无法出京了, 这个非常负面的消息, 看了十人气愤, 就到了新平时代就每天互作非为, 搞这些名堂啊, 只能就是激化社会矛盾啊, 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一起, 将导致中共的终结和垮台啊, 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啊, 好, 谢谢, 再见。